而在菲律宾 当地虽然在不久前遭到了台风海燕的重创 却不影响当地人的圣诞佳节购物热潮 不过据本台驻马尼拉通讯员汪惠平了解 今年有更多人不到商场购物 而是改到夜市捡便宜货 无论是衣服 鞋子 玩具还是手提包 在这个夜市都可以找到 而且价钱便宜 最重要的是还可以杀价 住产市莱伊斯就打算以11美元的预算为5个侄女买衬衫 她说现在赚钱不容易 但幸好有花红 只要精打细算 圣诞节还是能给家人买礼物 菲律宾央行指出 菲律宾客工从海外汇回来的钱 除了加快海燕台风灾区的重建步伐 也能进一步提振国内消费 对象莱伊斯一样的菲律宾人来说 不管礼物大小 重要的是在佳节时刻 对亲爱的家人和朋友表达心意 对亲爱的家人和父 automatically